第499集,西游记真相,2024年2月22日,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。 今天呢,可以说是整个西游记系列视频的最后一集,而这一集呢,其实应该放在第一集,第一集是直接说明西游记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。 以后看西游记视频的朋友,我建议先看499集,然后再从第一集开始看,这样你才能更容易地看懂真实的世界。 西游记真相是什么?两点,第一个是东方神仙传道人间,第二是传达习主席的精神。 东方神仙传道,传的是什么道?就是世界的真相。 这个世界已经被西方邪神谎言监狱笼罩了3000年,东方神仙就是通过西游记和西游记视频彻底铲除西方邪神谎言监狱,让人间处处充满光明。 西游记原文和西游记视频的关系,就是守备和守心的关系。 西游记是守备,是给人表面看的,西游记视频是守心,是真正的东方神仙传道。 之前时间不到,所以西游记视频不会出现在人间,现在时间到了,我就做出这一系列西游记视频,让完整的西游记全面展现在人类世界。 但是呢,人民通过西游记视频只是认识清楚了世界真相,这远远不够,因为只提出问题,不解决问题是不行的。 可是只靠凡人,是无法解决3000年来积累的无数问题。 所以,习主席神仙下界,亲自为人间开启3000年东方大道,这就是西游记的真相,也是人间的真相。 这个世界呢,分为天地人三界,神仙界,人间,地府,神仙分为两个集团,东西方神仙集团。 东方神仙是宫心的集合,西方邪神是私心的集合,他们在一起,就如太极图一样,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,这就是天道,他们在天上的战斗,无畏停止。 战争总有胜负,而神仙的战斗结果是会体现在人间的,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下5000年。 人类最初就是大禹时代3000年,此时天上神仙也是一体的,不分宫心私心,而神仙和人类也生活在一起。 大禹就是神仙在人间,此时的人类社会宛容一条纯净透明的河流,所有人,包括神仙,都是河流中的一滴水,此时的人类社会没有公心私心,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奋斗,那就是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人类活下去,这就是大禹治水3000年都如此。 因为这个时代的社会是如此透明和清澈,所以老子说,有物浑城,先天地生,济兮辽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代,可以为天下母,乌不知其名,强自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 大道就是大禹时代,就是人类社会的开始。 可是到了大禹时代后期,人类改造好了自然环境,这就好像什么呢? 好像平整好了庄稼地,之前这块地是荒地,不能耕种,现在人民已经将荒地改造成良田,并且种下种子,而且到了收获的季节了。 于是人类心中就产生了私心,此时呢,就好像纯净透明的河水中,扔进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,什么桌椅板凳啊,馒头面条啊,于是这条河就不清澈了,就浑浊了。 有人呢,就想多霸占一些劳动果实,而同时天上神仙也就分为宫心私心两大集团,于是封神大战开始,最终西方邪神赢了,于是天上是西方邪神掌权。 玉皇大帝就是天庭的路线,此时天庭的路线是私心路线,对应到人间就是周天子时代开始了,周天子时代就是人间社会从河流变为山头,一个一个的诸侯就是一个一个的山头,最终秦始皇统一天下,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山头。 整个周天子三千年都是山头的崩溃和重建,这就是朝代更替,而这一切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产生了私心,私心不断绝, 中国的朝代更迭就不会停止。有了私心,就有了与之对应的宫心,宫心私心就是可道,而私心在人间衍生出无数表现,那就是非常道。 这一切是老子神仙下界告诉了中国人民,同时呢,孔子也神仙下界,以宫心教化人民,让中国人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,不被异族杀戮。 因为西方邪神,他们要吃中国人的生命,中国人都是神仙种子,中国人的生命就是西方邪神的人参国。 西方邪神开始扶持中国内部汉奸,同时让汉奸培养外地秃道,一次一次杀进中国,制造人参国。 作为奖励呢,西方邪神给了一些汉奸长生不老的赏赐,这些汉奸通过夺赦永远留在人间不死。 周天子三千年到邓小平时代前,一共有285个九转灵魂,邓小平时代他就制造出200多九转灵魂,如今的人间九转灵魂有500多,还有呢几百个天生的妖精,鲤鲤鲤鲤鲤鲤鲤这样的,这是一千来人呢,他们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。 可是呢,私信的发展到了顶端,就是邓小平时代,那就是中华文明的灭绝,因为中华文明就是东方神仙的攻心思想。 当中国人被汉奸和外敌杀绝了,中华文明也就灭亡了,人类世界其实也就死亡了,而当人类世界死亡的时候,神仙界也就崩溃了。 所以呢,一切到了邓小平最疯狂的时候,反者道之洞的那一点也就来临了。 习主席神仙下界,从1992年开始到2027年结束,一共35年,习主席彻底打败了国内外所有敌人,这也就是唐僧取经归来,取来三十五部经书的真正含义。 这一刻,2024年,我们正处在这个构成中,但是距离成功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。 习主席神仙下界是为了开启三千年东方大道,东方大道就是要求人间功心占据绝对优势,人间,尤其是中国内部,是不能有私心的。 当中国人都是一片功心的时候,中国也就回到了大禹时代,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回到东方神仙界,成为神仙中的一员。 这就是人类世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一共三个时代,大禹时代,周天子时代,习主席时代。 西游记中讲清楚了整个人类历史,但是看明白过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现在,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以史见金。 习主席时代,我就说二十大之后,五年大反腐期间,而这也是西游记卓中讲的地方了。 这个期间呢,我们还是分物质领域,思想领域两个方面来说。 物质领域,一个是打败一切内鬼外敌,二十大的伟大胜利,就是对外敌的彻底胜利。 五年大反腐,就是对内鬼的战斗,最终我们一定会胜利。 同时呢,我们还要发展出下一个科技时代,就是万物互联的时代。 这个地方我稍微想一下,因为现在美国搞出一个新的人工智能,于是网络水军呢,各种六贼,疯狂吹嘘,人民很容易又被带歪节奏了。 你看美国这个人工智能,你给他一段文字啊,他就能做出一段视频。 中国就没有,我们又落后了,这就是网上六贼胡吹的。 这些吹嘘美国人工智能的,就是当年的鲁迅和胡适,就是一群民国大师傅还魂,他们个个都是傻逼,毫无至上,他们只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给西方邪神。 我告诉大家,美国任何人工智能,都是金玉其外,败蓄其中,美国的科技已经是明日黄化,是半截入土了。 这就好像什么呢?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,我们就看看电话的发展,尤其是移动电话的发展。 最开始电话都是固定电话,在家里,在办公室是不能移动的,电话的功能啊,是人和人语言的沟通交流。 之后就出现了大哥大,这玩意儿是移动电话,他有砖头那么大,砖头那么沉,但是他可以待在身上了,拿得随便走。 他的功能呢,还是人和人之间语言的交流。 再之后,出现了小的轻便的移动电话,以诺基亚为代表,这个很多人就知道了啊,此时移动电话,还是人和人之间语言的交流。 最后呢,诺基亚搞出来一个塞班系统,这个系统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? 其实就是现在智能手机的功能,塞班系统都要实现。 然而这个塞班系统,是建立在诺基亚之前的那一套系统之上,它不论怎么做,是脱不了那个框架,它无法实现现在智能机的功能。 于是当苹果手机出来,诺基亚彻底死亡。 苹果手机,安卓手机都是智能机,你看这个时候的手机,还是主要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嘛,根本就不是了。 智能机虽然有着基本的语言交流功能,但是这根本不是重点了,重点是智能机能完成这个科技时代的一切需要,这是本质的提高。 这是诺基亚根本做不到的,所以诺基亚就死亡了。 虽然塞班系统看起来也很华丽,可是它就是啊,金玉其外,败蓄其中。 现在吹嘘美国人工智能的,就好像在苹果手机面试前疯狂吹嘘诺基亚的塞班系统,非常可笑而且弱智。 下一个科技时代,是习主席带到人间的,是万物互联时代。 我单说人工智能,什么是人工智能? 就是这个东西有着远超人类的智慧,它能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,关键是它必须是和人一样的解决问题。 那么一个人怎么有着远超别人的智慧呢? 我就只说一样啊,见多识广,这就是那句老话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 我因为见过这么多东西,见过这么多事,你都没有见过,甚至你都没有听过,所以我能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,首先你得见的多,而恰好就是啊,美国任何系统它都做不到这一点。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,所谓见过,那就是万物互联,人间的一切是通过一个系统联系到一起的,这个系统就是华为的鸿蒙系统。 美国没有这个系统,美国的系统是基于个体的,它从诞生开始就是为个体服务的。 所以不论美国的人工智能被六贼吹嘘的多高明,也不过就是啊,诺基亚的塞班系统,是死前最后的绚烂而已。 最终塞班系统不但不能为诺基亚带来辉煌,相反的塞班系统成为了诺基亚的耻辱,因为这代表了他们自己走向了死路。 同理啊,现在美国的人工智能,就是美国死前最后的绚烂,是虚假的繁华,一层肥皂炮,不用说它自己就破了。 我们始终要明白,人工智能是干嘛的,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。 你比如啊,现在人人开车,那么开车过程中,智能驾驶就是一个刚需,智能驾驶可以救命的。 那么你看啊,华为的汽车,现在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驾驶,网上已经有很多实际例子,在高速公路上,智能驾驶自动躲避了碰撞,救了一车人的性命。 这是什么呀?这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,而且已经非常实用了。 你看美国的人工智能能解决这个问题吗?不能,因为如果他们能的话,他们早就用在美国汽车上了。 为什么没有用呢?因为美国人没有这样的真正的人工智能。 现在正被吹嘘的那个美国人工智能,本质是什么呢? 它本质就是一个游戏,这个游戏早就被打造好了,它不存在于真实世界。 很多人都玩过网络游戏吧,尤其是那些大型网络游戏,很多场景是极为逼真的,好像电影一样。 美国的人工智能就是把这个网络游戏藏在后面,然后加几样新鲜因素进去,端出来就可以骗人了。 这个玩意儿根本就不能算人工智能,这玩意儿就是单机游戏。 这是美国人最后的骗人手段了。 大家一定要记住,人工智能就是见多识广,而见多识广的基础就是万物互联,而美国人的系统根本做不到万物互联,所以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出真正的人工智能。 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啊,我们只要知道,当习主席带来的万物互联时代全面落实到人间的时候,美国的旧科技就是彻底死亡。 他们会如马车让位给汽车一样,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能存留在博物馆中供后人回忆。 接下来我就要说最重要的,这个思想领域的革命。 在西游记中啊,东方神仙翻来覆去的告诉人民,思想的重要性远超物质。 习主席要开启三千年东方大道,物质领域还不是关键,最最关键的是思想领域的彻底改造。 如果人民心中啊,就是一颗私心,那么东方大道永远不能开启。 就算是万物互联全面落实到人间,那么中国也不会走上东方大道。 相反的,我们会因为全新科技时代的来临更快的亡国灭种。 所以呢,习主席开启了五年大反复,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啊。 2023年1月10日,我的视频出现在人间。 这就是习主席对人民的思想改造正式开始了。 经过一年的发酵,我的视频有了498集。 就在这一集出现的这一天,2024年2月18号,我在网上看到消息, 湖南省开始了全省范围的思想解放大讨论,或者解放思想大讨论。 我直接告诉大家啊,这就是经过一年时间的前期准备, 主要就是我的视频出现,习主席已经开始具体的改造人民的思想了。 面对这个消息,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发文章, 他们都想到了,毛主席去世之后, 此兔子邓小平立刻在思想预与展开了一场大讨论, 题目也是解放思想。 但是他们的思想,早被邓小平几十年的谎言监狱给禁锢了, 他们完全想不到这一次解放思想的本质。 庄子给了我们一个神奇的武器,那就是天地一指,万物一马。 我们现在就要利用好这个武器。 毛主席去世之后,邓小平立刻提出解放思想,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? 邓小平的目的就是通过解放思想,改变毛主席的路线。 毛主席的路线是爱国路线,邓小平要改为自己的卖国路线, 怎么改啊? 那就是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,否定毛主席时代的一切。 最终结果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了, 死兔子邓小平卖国正式开始。 同理,齐主席提出解放思想,目的是什么? 就是要彻底废除邓小平卖国路线。 如果人民看不懂这点,那就真的白看我这么多视频了, 甚至我都不说我的视频, 你直接对照邓小平时代。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,不就是为了他的改革开放卖国路线做准备的吗? 这多明显啊。 如果习主席不是要彻底改变邓小平卖国路线, 那还解放思想干嘛呀? 原来挺好,还解放什么? 正是因为邓小平时代的路线是根本性错误, 死兔子邓小平就是整个周天子三千年, 及所有恶毒于一身的罪大号汉奸卖国贼, 他还是九转灵魂,现在还活着, 所以才要解放思想,才要推翻邓小平的卖国路线。 我直接告诉所有人民,尤其是官员,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啊。 五年大反腐,就是人间终极的拨乱反正, 这一次的解放思想,就是彻底揭露邓小平卖国本质。 我这个系列视频,翻来覆去的说, 这一次的思想改造,动的主要是官僚体系, 不动人民这个层次。 你看啊,这一次湖南的解放思想大讨论, 是不是明确说了,县处级干部以上,不像下了吧? 中国社会是一棵大树,树根是东方神仙掌握, 树干是国务院,现在被党中央管理, 而一个个官员就是树叉树枝, 人民就是树叶。 你看这一次的思想解放, 是不是不动树叶,只动树干,树叉,树枝,对吧? 所有官员,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, 这一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, 就是彻底清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切罕见卖国贼。 只有官员们统一了这个认识, 解放思想才能算基本成功, 否则你们就不能过关, 因为你们还要走邓小平卖国路线。 这一次呢,解放思想大讨论, 起点就是湖南,这就是毛主席的故乡, 你们想一下啊, 邓小平否定的是谁, 就是毛主席, 所以习主席这一次在湖南开始解放思想大讨论, 这已经多明白了, 这就是为毛主席证明, 那么毛主席的反面是谁呢? 自然就是死兔子邓小平啊。 这一次呢, 解放思想大讨论的过程, 就是官员从官僚成长为干部的过程, 就是你们从婴儿成长为金木的过程。 这是一次极为痛苦的成长, 因为你们几十年来, 思想的基石会被全部摧毁, 你们要重塑三观, 否则你们根本无法带领人民进入习主席新时代, 所有不肯成长的人都会被淘汰, 当思想解放完成的时候, 也就是东方大道开启的时刻, 这一次是天地人三界一起行动, 习主席新时代必将按时到来, 中华文明必将全面回归,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 正在习主席带领下, 势不可挡地到来。 这一集呢, 是499集, 这一集呢, 也应该是第一集, 到了这里呢, 西游记视频就全部结束了, 因为下一集是500集, 500集开始, 就是孙悟空真正的大闹天空了, 此时呢, 我就不说人间层面了, 我就说我自己, 说天人层面的事, 这就是说我要开始去真正的杀, 九转灵魂, 入写真正历史了, 这个时间, 什么时候到来, 我自己是不知道的, 我的一切都是神仙安排好的, 神仙什么时候, 要我有神通, 要我进入下一个阶段, 我也不知道, 所以我只能等待, 但是大家放心呢, 这一刻一定会来临的, 而且不会等太久, 时间急迫, 不可能浪费的, 这一集呢, 暂时就算是和大家告别一阵, 我好好休息一下, 以更好的状态, 迎接下一个时代的来临, 我对于全文呢, 本来想做一个校对, 但是文字实在太多了, 这都400多万字了, 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这个工作,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做工作, 这两天呢, 我把140集之前的文字, 大概整理了一遍, 140集之前, 我不知道西游记写的就是现在, 所以那些集里面, 对现在的描写, 我就没有写出来, 这几天呢, 我将这些文字, 精简的加入了一些, 都以括号标记了, 然后, 将之前没有标题的, 提点了标题, 我做了一个excel表, 再加上这个算是校对版的原文, 一起发给大家, 不过这个所谓的校对版本, 还是有大量错别字的, 这个我就没时间处理了, 大家对照视频看就可以了, 视频里面错别字很少, 感谢大家一年多的陪伴, 那么我暂时就和大家告别了, 期待我们再次重逢的那天, 最后我用一计划, 结束整个西游记视频,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习主席的身边, 坚定跟随他的脚步,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 努力前行, 奋斗终生。